极度疯狂,白英兰魏荣发生禁军娱乐圈,一决定震惊全缅甸,就是今天。 今天,全世界的目光仍然是盯紧了缅北国干老街,但是,发生在通缉犯白英兰和魏荣身上的一件事,直接震惊全缅甸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纵观史书,缅甸方面刚刚传出爆炸性特大新闻。 此爆炸性,新闻一出,直接炸裂整个缅甸。 缅甸方面的媒体称,逃跑到缅甸首都内比都的通缉犯白英兰和魏荣,今早召开了记者招待会,在记者招待会上,两人宣布将进军娱乐圈。 为缅甸的娱乐事业做出贡献,两人也当着记者面否认他们犯有诈骗罪,称从来不涉足电诈。 白英兰和魏荣还决定,两人将联合成立一家娱乐公司,努力致力于缅甸的娱乐工作,把缅甸的娱乐节目推向世界。 丰富缅甸和世界的娱乐节目,把缅甸的娱乐文化推上一个新的世界级的高度和水平。 白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创始人白索成在赌场中起家,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。 然而,他们早已对单纯的赚钱生意感到厌倦,转型进入了快速盈利的灰色行业。 白家拥有一个巨大的园区,一旦被骗进去,要想离开比登天还难,园区内外都设有铁丝网围墙,每隔机米就有哨兵,全副武装,另外,还有流动的保安巡逻,围墙外面是一条没有桥梁的河,正常情况下,根本无法离开园区。 白英蓝是白家的二女儿,她被人称为二姐,她长相清秀,但心狠手辣,形势果断,可能是为了争夺家族利益。 她比自己的兄弟更加卖力地将自己打造成一位女企业家,她经常在网络上发布招聘信息,专门招收年轻女孩扮演网红形象。 在视频中,吹嘘当地的美景,美人,和高收入,而且还宣称,不需要过多彩礼就可结婚,吸引了许多想要找对象的人。 都说打虎亲兄弟,上阵父子兵,这都是说的男人,女人当中也有一截金兰的好闺蜜,正所谓闺蜜齐心,嘎腰子断金,说的就是魏荣和白英蓝这对好闺蜜,魏荣和白英蓝都出生在国感,并且年龄仅相差四岁,从小就玩到大。 魏荣是国感四大家族魏超人的女儿,白英蓝是国感汉奸白索成的二女儿,他们两个靠着这么优秀的老子,女成副业干起了父辈们步伐的勾当。 一旦你有了去缅北的念头,对方会大方地邀请你来旅游,即使你没有钱也没问题,他们会帮你买机票,并告诉你到达指定地点后会有车接你,并安排好住处,如果你相信了这些,那么离地狱就不远了。 真正到达缅北后,你会发现根本没有酒店存在,很快你就会被送进园区,要想脱身,首先就要支付一笔费用,因此,许多人会给家里打电话求救,即使家人给了钱,他们也不会轻易放你离开,因为这个园区非常需要人,正如俗话说的,人就是走动的金额。 那么,四大家族现状如何? 缅北国杆地区的四大家族,一度是缅甸政府扶持的重要势力,其中,明家是新晋的势力,其他三家分别是白家、魏家和刘家,然而,近年来,这些家族涉及了多起跨境犯罪活动,如电信诈骗、赌博和色情等,严重危害了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利益,中方对此高度重视,近期发布通缉令,明确指出了, 包括白索成、魏怀仁、刘正祥在内的十名犯罪嫌疑人,这一行动引起了广泛关注,预示着四大家族的结局已经注定。 在国杆地区,四大家族曾经是缅甸政府与国杆同盟军合作的结果,然而,2009年,国杆同盟军内部出现叛徒,白索成、魏超人和刘国喜三人倒戈,导致国杆同盟军失败,被迫退入深山老林。 缅甸政府为了维持地区的稳定,决定扶持这三人的家族,尤其是白索成的地位最高,曾担任缅甸帮国杆自治区主席,刘家则是一个亲缅甸政府的势力,刘正祥在打击国杆同盟军后得到政府的唯一重任,明家是近年来新兴的一股势力,与其他三大家族关系不可忽视。 然而,明家并不属于传统的四大家族之一,在今年的行动中,中方一举覆灭了明家,显示出中方铲除缅北电诈问题的决心,明家的家主明学昌,曾以老领导的身份参与打击电诈犯罪行为的会议,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掩盖了一层外衣。 然而,中方对于明家的通缉令表明,他们对明家的犯罪事实了如指掌,并且没有丝毫犹豫地采取了行动。 四大家族能在短时间内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,可见他们利用的手段并非正当,他们涉及了电信诈骗、赌博、色情等灰黑色产业。 并且将这些犯罪行径直接对准了中国公民,为什么这些家族会将目标对准中国人呢? 首先,国感地区与中国文化有着很强的相通性,交流便利,加之缅北地区与中国接壤,人员流动十分便利,这为他们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机会。 其次,相比缅甸周边国家,中国的经济水平更高,中国人会更有钱财可瓜分。 此外,在这些家族看来,他们的人和大本营都在缅甸,即使犯罪事实败露,缅甸之外的人对他们无法进行制裁。 然而,这些家族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。 中方对缅北电炸问题高度重视,并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,中国公安部已经派员前往缅甸,与缅方进行了直接沟通。 更重要的是,中国公安部在通缉令中特别提到了明家的覆灭,这向其他三家家族明确表示,他们的结局也将不可避免,中方已经发布了通缉令,将白锁成为怀人。 刘正祥等十名犯罪嫌疑人列为通缉对象,中方还明确指出,这三个家族犯罪集团在长期以来,针对中国公民实施了电信网络诈骗等多种严重暴力犯罪活动,犯罪事实清楚。 证据确准充犯 长期以来,果敢四大家族对自己有利益的时候,就打自己是汉民族的煽情牌,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,就打出自己是缅甸国民的悲情牌,妄图游利于文明法律之外,疯狂残害中国国人的血汗前,敲骨洗髓,无所不用其极,收罗中国不法分子,大建电炸园。 甚至于在中国联合缅甸泰国打击电炸的时候,他们毫不收敛,杨凤因为更加嚣张,已经形成了寄生在中国边境的毒瘤,有溃疡祸及中国内陆的趋势,恶劣影响已经深入中国内部,导致民怨沸腾。 受害的老百姓不计其数,满天飞的电炸,让国民生活时刻难免危害,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稳定,到了不得不出手的时候了,也到了让这四大家族自行朽烂到了死亡的时机了,也就是到了让他们多行不易避自闭的节点了。 接下来,中国政府肯定不会等同于网民,不会被国感是中国汉族的民族情感所左右,会以自己的国家利益,缅甸的国家利益大局,还有缅北人民的福祉,安居乐业,建立稳定和谐的边境地区为准则,对四大家族分明处理,根据他们的罪行。 态度分别对待,对于国感同盟军也是根据他们的行为区别对待,没有一成不变,中国不会干涉缅北现状的别国内政,但绝不会允许别国以中国为目标的被动损失,坐以待毙。 但有一点期盼的是,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,会帮助国感同胞他们,建立新的自治政府,发展经济,国感同盟军,如果一柄初中,当然未来可期,四大家族很快就会被缅甸军政府抛弃,得到自己应有的惩罚,国感肯定会回到自治的轨道上面,和缅甸政府协调,中国肯定会是大格局。 兼顾缅甸政府主权,同时对国感和缅北的现状是不干涉的,帮助是适度的,不会过火,国感四大家族电诈成员,除了涉及对中国公民的生命侵犯的犯罪行为,比如莫康一样,会被中国公安机关审判以外,其他的人和事,肯定会有多方共同处理。 可以欣慰的是,国感四大家族从此不会再任由他在中国西南边陲继续作恶,危害公民的电渣风气会被净化,一个比较安全,老百姓能生活的西南边陲也会建立起来。 而白英兰卫荣说,是要进娱乐圈,也是无稽之谈。 想想就是可笑的,真的是想一出是一出,大家认为呢,欢迎评论区留言。 。